这一集我们要继续来讲讲 请照图还有哪一些东西放在里面呢 好哦 所以到我们的图表的第二章啊 这边分别有很多法规检讨的部分 那法规检讨 你刚之前有跟我讲 就是你设计什么就要否法规 而不是法规来否你的设计 对不对 你设计成怎么样 它有什么法规来限制你 就反过来讲就是你都没有设计 就不会有法规的限制 对我知道 好这个意思就是说有点像律师 就是你犯了什么罪 或者是你家事法庭需要什么 他就是拿哪一个法条出来规范 或者是三法规 对 所以经验很重要对不对 好第三章就是个层平面图的图说 好来 这个叫面积计算 就是这些的数值都会回归到第一章 你刚刚讲的那个总和的那个面积计算里面 因为它只写一个完成的数字嘛 比如说一楼我楼地板面积 透透是多少 可是你不知道怎么加出来的是等于这些 所以这个面积计算的简图就等于是告诉那个省博人 我是第一块第二块第三块第五块 然后加起来的面积是等于那一个 我觉得这样很棒耶 这样如果我来省图我也看得懂耶 对啊就是你不可能省图来自己拿计算机 那边慢慢转啊 你一定是看着数字对数字啊 这样很好耶 可是画图人就很辛苦对不对 他必须要切割起来 这是必然的 这是一定是这样做的 所以就是这边计算表就是for这一个图说 就是第一个这一个就是长层一宽 就是等于它的面积 然后最后再把它加起来 就回归到第一页去 OK当我们在申请请照的时候 就是会看到这样密密码码的图 那我们就按照这个图啊 我们想要来问问建众师说 为什么他的设计会是这样 如果你是一个看不懂图的人啊 你记得第一件事情一定要问的就是 就是入口在哪里 通常一定会有一个大门 然后如果可以也会有一个后门嘛 所以门越大当然就是入口啊 这不是常规吗 可是我有可能涮汤啊 看不出来 所以就是如果你在跟那个业主讲检讨图 他会不会看不懂图 你都怎么引导他 会啊所以他都看3D就好了 3D 问题是你就不长在3D里面 你以为看不懂啊 没有啊他只要知道 他房子长成什么样就好了 他基本上他不太会在意 那个内容是长怎么样 我觉得你的业主都很好 你信任你 如果像我我就会很卢小小 我就会一直想要知道 带那个嘛虚拟实境 然后走走走 我们现在已经走到客厅了 我觉得以后一定会这样 现在搞不好已经有人在研发了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入口的地方啊 我们因为这边你看到一个停车位 就知道我们车子以后是要停在这边 好那可以看到左左边 你看到建筑线就是知道你的土地 临建筑线旁边就是马路 所以按照这边你就可以找到你们家马路的位置 然后走进去门廊这个地方 建筑线我看到这个啊 看到这几阶啊 这是不是代表楼梯的意思 嗯对啊 所以代表我们这个房子必须要爬很高了 一阶两阶三阶四阶 五阶啦 只有奇数阶啦 只有奇数阶 好所以我们这边就会有一个门廊 所以我看到你的门开在这边是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我们的空间很小 如果你今天从正就像我们一般的顺序从前面客厅的正前方进入 你就会会有一个很急迫的一个空间的冲击 你是说如果像我们这样车子停好我们就走进去 这样我就马上进到客厅 这样不是效率很好吗 对可是因为你的客厅很小啊 你不像一般有的客厅很长很宽啊 它会有一个空间的缓冲啊 可是以这个就是面积来讲 它会有很大的冲击 就是你开门之后好像就已经来到你的房子的核心了 所以你特别设计了一个玄关 对啊用玄关来缓冲那一种就是跟室内跟室外的一个 那个空间的一个转换 我们称它叫做半户外空间好不好 就感觉就是要前夕就对了 嗯就进来的时候要咻咻的 把你的空间的灰尘或者是雨水咻咻的 哦 然后把你的雨具还有外衣先拖起来 然后再进到那个室内 哦如果你是务农的人 你就是进到玄关会先把你的斧头 你的骨头那先放在这里 身上的灰抖一抖 对啊 这样你好像有跟我讲就是我们讨论这个门的出入 好像你还有跟我讲就是关于风水 嗯 是吗 原则上不是因为风水 是因为这个基地上面有一棵树 那个树刚好是在这个基地的大概正中间的正前方的中间 就这一块土地的正中间 我们有一棵梅子树啊 对啊 所以你要闪过它也不是要对着它也不是 因为你如果要对着它 你门开出来就会对一棵树 可能那个有风水上面的一个建计啊 所以转的方向从侧边进去就不会有这样的冲突 而且你开门也不会去对到对面的 比如说不管是它的柱子啊还是它的门啊 会有对冲的问题 天啊 那如果我们的拜拜的时候到底是要朝路拜还是要朝门拜啊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到底要问你妈 看你知道朝哪一个面拜啊 像我们 你们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这种吗 我们没有考虑到拜拜这件事情啊 可是我们没有 不会摆在我第一个优先考虑的点 因为怎么样它都是在这块基地的龙边出入啊 嗯 对 那这整体而言啊 我们看到这一个就是颜色有叉叉叉叉叉的这一个 这是属于我们住宅的部分嘛 就是有石墙的部分 这就是我们建筑物放在的位置 嗯 对 那我们看到这样一支一支的 这就是我们的支柱喔 这就是我们结构喔 嗯 所以这看起来是H或者是横放的I 嗯 这一个就是 什么 这个什么 就是钢构的柱子啊 哦 这是支撑我们这个建筑物的一个钢构 对 那旁边这个就是我们预计要做的钢构墙的墙 嗯 这墙厚度是多厚啊 它墙厚度是规定是大概12公分就可以了 可是外墙基本上都要到15 因为它越厚越坚固嘛 越不容易有龟裂或者是以后地震会有那个损坏的机会 但是相对你的成本就很高 没有很高的比较高一点而已啦 相对性就成本比较高 所以按照你看到的这一个结构体啊 这个设计我们就会看到这一个 原本应该最省钱的正正方方的设计就被你 就是从中间错开 嗯 对不对 从那样 错开了一下 这就是多了一个玄关的位置 好 因为我发现这个请罩的图啊 里面怎么都没有放沙发啊 椅子啊 冰箱啊 那个都没有放呢 以前的人告诉我说 那你请罩的图以后是不是用这个来验收 你说椅子也要来 就是你怎么画是不是全部的东西都要上去 嗯 你沙发会摆满一样的形状吗 对啊 你跟我就是在讨论图的时候都有放桌 对啊 但是请罩的时候基本上会活动的东西 就不是建筑物的构造 哦 比如说床会移动啊 椅子会移动啊 沙发会移动啊 所以它就不是在这个硬体里面的一种 所以就是 你要把它画进去 当然可以啊 我这个就是床固定的 我就是要装修把它固定实 可以啊 但是你就要画的图 跟你现场做的要一模一样 哦 那你不是自己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所以我们这个图是要 使造的图要一模一样 对对对 哦 难怪你跟我讨论的时候都有放家具 然后这边偷偷拿掉 对 那你跟我讨论的时候 是因为要让我知道那个空间 对啊 因为摆家具你才知道说这个空间多大 我现在没有摆 你一定觉得每一个空间都很大 对啊 我看起来都好像觉得很大 对 因为一般人对尺寸不会有太敏感性 敏感度 嗯嗯嗯 那我们之前有讲过 就是原则上在台湾的设计 就是除非你有特殊需求 或者功能的话 所以门口一进去一律都是客厅嘛 那客厅要做多大 有没有一种标准思考的逻辑 原则上客厅要多大 就看你客厅要做什么用 比如说你常常要招待客人 或者接待客人 那你的客厅可能是就要很大 甚至于你可能同时要招待两组客人 所以你就要一个西式的客厅 一个中式的客厅或许是这样 所以你说问我客厅要多大才够 应该要看他的生活 业主的生活习惯 对 在台湾就是普罗大众都是喜欢沙发 就是所以建博士他在帮你设计的时候会丢沙发进去 就是标准的沙发大小进去 那按照我呢 我就是那种生活感很强烈的人 我是强烈受那个沙发荼毒的受害者 为什么呢 因为我就是沙发坐久了之后腰 就是脊椎就是有损伤 就是洗骨骑啦 所以我就是强烈就是不要用沙发 那为什么我还不喜欢沙发呢 因为以前我们老家就是都沙发 那只要有沙发因为它很舒适 所以就是你一回家你就会看到你爸爸 你妈妈你哥哥你家人都睡在那边 我觉得不要我们回家的时候 看到有人懒懒散散的睡在那边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以前我爸都生病啊 然后他只要他就是洗身回来 就会睡在那沙发上 我就回家都会这种悲伤的感觉 所以就是我希望一个家看起来比较有精神 如果说你累了啊 你想睡觉你就去房间睡 所以我跟建筑师讲说 我的客厅里面就是要摆一张大张的木桌 就是我们这种木桌 你同时可以在上面这边可以做很多事情 比如说你要吃饭啊 写功课啊 开会啊或者是任何事情都OK 所以我们希望在客厅可以容纳一张 起码要8人以上的大的木桌 所以客厅的大小比率是这样 那通常是这样啦 像我们习惯吃完饭之后就想睡觉 所以我会希望在靠窗这个地方 有一个很美好的卧榻 我想像我应该可以在那边 躺在那边阅读之类的 或者滑手机 所以我靠窗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卧榻 然后前面一个书桌 然后有一个大的餐桌 餐桌前面就是可以看电视或者投影 好OK 那我们进来之后 一个建筑物里面就不外乎有几个组层呢 客厅餐厅主房啊 还有房间啊 对 厕所啊 那接下来你是如何思考你接下来使用的空间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